一个人愿是导运,那些导运的事,接二连三的就会不断,这就是落井下事。 所以,人在没钱的时分,其实就是自己导运的时分,这个时分,一定要谨记,别被下面这四件工作所坑,哪一个对你来说都是一记闷棍,让你给一段时间醒不过闪来。 一情面,人穷别被情面误,没钱别去找情面,在自己失利不弃的时分,在自己很穷的时分,不要给他人谈情面,也不要给他人谈体面,你有多少体面能够给人家呢? 这个时分的情面是十分软弱的,假如依托他人的不失,依托他人的不幸,你永久走不出穷窝,记住,没钱的时分,情面永久靠不住。 二看出,天下没有一夜财,没有情面能吃酒,天底下肯定没有一夜暴富的工作,假如有的话,那也是前期做了大量的堆积,只不过是一个恶然的蹦发罢了, 只需情面才是最持久的,谁先一夜暴富,谁先快速的发财,谁就必定被人骗,假如不长一点记忆,人家骗的就是你。 三吹喝,落破产没为落好,暂时尽为有结貌,在你没钱的时分,任何人对你的吹捧,都是一种虚伪的夸奖,人家暂时你,只是一种礼貌罢了,千万不可确实。 看人家夸你两句,说你这个人能力很强,十分有气魄,然后自己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,又开端飘起来。 时间上回到你那个蓝旅屋里,你不仍是那个熊姿态吗?千万不要掉入这个误区。 四不诗,善来善往皆为力,诗人不过表面光。 关于平民的不诗,永久改动不了你命运自身,只是是坚持你的生机罢了。 一切的人词,终究也都是为利益而来。 关于这件工作,也要慎重的对待,我们一定要记住,邋遢人的不诗,不是什么光荣的工作。 最顶尖的炒股高手,都拿手到着考虑查理毛格,素柳巴菲特的黄金搭档。 他和巴菲特联手发明了有史以来最优异的出资记录。 伯克希尔公司股票账面价值以年均20.3%的负荷收益率发明出资神话,每股股票价格从19美元升至8万4487美元。 反过来想,问题会变得更简略。 比方,假如你想协助印度,你应该问了不是,我怎样才能协助印度,而是什么东西在印度造成了最严峻的损坏,我应该怎么防止,找出你不想要的东西,防止它,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。 查理毛格选用的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,和大多数人在日子中运用的办法截然相反。 办相演绎和逆相思想是对这个办法的两种描绘。 举个比方,坚持快乐的一个好办法,就是避开那些让你苦楚的工作。 芒格从前宣布过一次讲演,讲到了约翰尼卡森的一次讲演。 芒格说,卡森说,他不能通知毕业生怎么快乐,但他能够用个人经验,来通知他们怎么变得苦楚。 卡森认为有三种东西会导致苦楚。 一,改动先前或感觉的药物。 二,妒忌。 三,仇恨。 卡森的思路是,反正考虑一个问题,经过怎么不做X来研讨,怎么发明X。 再举个芒格反向思想的比方,坚持聪明的一个有用办法去别犯傻。 别犯傻明显比做个聪明人听上去,要简略一些。 由于你能够依据几个简略的准则来防止某些愚蠢的决议计划。 芒格还说道,在日子和工作中,许多成功都来自于你防止了某些工作,比方早逝,糟糕的婚姻等。 所以就得加油的挣钱炒股。 波段卖点极紧。 波段卖点,军线破位卖出,如下图,只需跌破军线就离场。 二,波段卖点,MACD红柱变短,如下图所示。 当MACD红柱缩短时,标明短线多头是能削弱,当天应及时离场。 三,波段卖点,数浪,如下图所示。 波浪理论一共有五个浪,走完第五浪股价一般就会跌落。 四,波段卖点,KDJ方针这线高位拐头,如下图是,KDJ高位呈现拐头或此差信号,即可卖出。 五,波段卖点,预阻压力位卖出,如下图所示。 需要注意,此压力位能够是中长期针线,筹码密布。 前居高位,前屎高总安安,趋势线等等都能够构成压力位或压力线。 六,波段卖点,经典定位形状,如下图所示。 经典的斗部形状包含,单头,双头,多重顶,头肩顶,M头号。 七,波段卖点,试点线卖出,如下图所示。 中心试点线能够经过中心点连线或自定义的方式构成,但有必要掌握好公式试点,相符差异问题不大,但越准确成功率越大。 45常试点线,以大于45度角的上行浪,跌破中心试点线迈出,反转形状至头肩形头肩形,分为头肩顶形与头肩底形。 一,头肩顶形图11,左肩和右肩处于同一高度,头比肩高。 注意在每个波峰呈现成交量顺次萎缩。 在图11中,头与左肩之间的最低架为C点,头与右肩之间的最低架为B点,C,D等连线称为颈线。 当绳盘架坐落颈线下面时,形状完结,最小方针位是跌破颈线处,将下投射投射颈线的数值间隔。 回抽颈线的现象常常呈现,商场一旦跌破颈线,就不应再次回到颈线上方。 若价格回抽反向打破颈线,则该头肩形,有可能演变成继续型头肩。 下面是构成头肩顶的各个要素。 一,是前的上升趋势。 二,左肩点A伴随着较正的成交量,且之后商场向下调整到C点。 三,以较轻的成交量,上冲到新高点点B。 四,随后的跌落低于前一个峰A点处,且接近前一个回调低点点B。 五,第三轮上冲具有明显减轻的成交量,且无力到达头顶的高度点E。 六,收视价低于颈线,跌至点F。 七,反复回颈线电G,然后跌落至新低点。 八,最重要的成交量信号,发生在第三个高峰右肩。 此处的成交量,应比较两个高峰处明显的减轻。 在打破顶线的时分,成交量应扩大。 在价格反扑时,成交量应削减。 然后,一旦反扑结束,成交量便再度扩大。 小节,一,在成交量方面,头肩顶的特征是头部成交量小于左肩,六肩成交量小于头。 颈线打破时成交量扩大,不是形状承认的必要条件。 也就是说,头肩顶紧线打破,能够在不放量的状态下完结。 且去视线成功反转。 而头肩底形图13,它恰好是头肩顶形的镜像。 不过当商场向上打破紧线后更关于反抽。 头肩底与头肩顶最大的别离,在于成交量有用扩大,肯定是完结头肩底的要害组成部分。 也就是说头肩底紧线打破时,成交量扩大是形状承认的必要条件。 头肩买卖的价值在于减略重复的坚持我们都在寻求大道质减。 可是这个减不只是是减略,更是专心,面临杂乱的乱象。 人都习惯于经过发明一种杂乱来求得对不知道侵害的心安,人的精力终归都是有限的。 当你什么都想做得十分,一切的工作只是局限于浅尝折纸的层次,一直停留在大众都能知道的层面上,是不可能获得更优异的成果。 卖卖也是如此。 经过这么多年的开展各种理论和技术方针,犹如乱用渐入迷人眼的万花筒,与博彩重仓比较,测评价更为重要。 虽然你能够运用各种不同的技术方针,规划出各种不同的买卖体系,看以来能够别离适用不同的商场行情。 可是你该怎么选择运用机遇?或许你的宗旨是振动的行情,用振动体系,趋势的十分用趋势体系。 这样的话是不是本质上又回到了猜测行情的片面买卖上,知道自己要比知道商场简略一些,只是买卖几回,前于复盘基本上就能够搞理解自己大约的缺点有哪些。 要去揣摩他人的心思就可贵多了,由于我们一般习惯于戴着面具日子,假象太多,虽然人性的缺点基本是相通的,可是人的经历不同,脾性不同,性情不同,也会呈现出不同的人性缺点。 这就是为什么买卖体系一定是要与自己的性情相适用的,最底子的原因在于他能够扩大自己的优势,尽量补偿自己的劣势。 商场是动态的,所以代版的技术方针,甚至买卖体系,都解决不了规本的问题。 在此基础上的知道,理解,考虑,领会才是最中心的部分。 领会的不只是是买卖自身,更是新兴的东西,想要得到这个成果,没有捷径,只需坚持去做,专心去做才会体现出阅历的价值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